你們知不知道肚腩原來有一種叫做 脹氣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我的文章 我也有介紹 當時我們都會不知不覺在飲食習慣上 會帶到很多空氣入我們的腸 就會增加到一個脹氣的情況 幸好你有事之後起床 肚子是變夜的 然後我們喝杯水 或者吃完早餐之後 好像有了幾個月生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吃一餐就這麼多呢 其實可能那些就是脹氣 你們可以回憶一下 在中秋節的聚餐裡面 你有沒有一邊吃東西 喝肥水 鼻想 還要用飲痛 因為用飲痛 你喝東西的時候 就會帶了更多空氣入你的腸 也會增加這個脹氣的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你一邊吃東西 一邊跟朋友說話 我也會的 因為有時候你一邊吃東西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靜呢 然後你就會很想有話題 或者他剛剛問完你 然後你拿完一口 然後很想回答 然後就會吃了 然後 嘴巴一邊咬 一邊說話 那個時候 一定增加了很多脹氣 在你的肚子裡 所以 吃完東西 咬好 吞下肚子 之後 吞下肚子 然後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你 可能你很餓 或者那樣東西很好吃 或者是你個人的習慣 你咬好少 你咬幾下 要吞下肚子 這樣也會增加到肚子裡的脹氣 所以平均一口 我們都建議要咬 30下 但我覺得應該很難的 所以 至少你咬10下 左右 然後才好 才好吞下肚子 這樣也會幫助到你的腸道消化 減少脹氣的形成 好了 接著我們來幫腸道做個按摩 中秋節的時候 我也聚餐很多 不知不覺吃到肚子都脹了 首先 我們要用力吸氣 把空氣吸進肚子裡 之後用力吐氣 用力向內收緊 把肚子的肚子出來 一呼 一吸 這樣循環做下去 吸氣 2 3 4 呼 1 2 3 4 再呼 1 2 3 4 循環做2-3分鐘後 休息30秒 重複至少3次 他做了不太久 例如1-2分鐘左右 你都會感覺到他的肚子 是 不斷好像 咕嚕咕嚕咕嚕的 有聲音 然後你就會突然做一下 之後就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長度的按摩方法 是超有效的 亦都可以幫助到 買出這個漿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點贊 收藏 分享 得到哪兒 也可以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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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吃 可以